哇好高級喔 小炒好高級的回應喔 阿伯回應了好高級喔 竟然高級到人家問他說 這三大弊案你知道怎麼解釋 然後他說 很奇怪喔 如果要打的話 去年就拿出來打了 為什麼現在有講不出來啊 好高級喔 所以你覺得這回應很高級是不是 超高級的 哇 Great Good job Fabulous Amazing Johnny Walker 很高級喔 阿一公這樣 很高級喔我們來聽我們來聽 看你們的阿伯多高級好不好 高級阿伯 他打了一個也不知道 打不出什麼名堂 每天就call in節目 這樣講來講去 我跟大家講喔 要辦的是台字光 我還想一想 這個是典型的微微就照 因為台字光大家都辦不下去 藍綠都贏 喔唷唷唷就照啦 台字光辦不下去 藍綠都有啦 所以來打其他的 所以你解釋嘛 為什麼你在台字光案沒問題 為什麼你在北思科案沒問題 為什麼金華城案沒問題 解釋啊 打點我們啊 快點 拜託 我們這個第一集的節目 需要被你高級阿伯 打點快點 快點快點 打點我 跟我講為什麼北思科沒問題 金華城為什麼沒問題 所以媒體也無聊 檢調也無聊 哇黑金專組耶 柯文哲你看玩笑 黑金專組耶 就是指派一整個團隊 一個主任檢察官 好幾個檢察官 專門來辦你的案件耶 人家沒有證據 別讓人稍微啦 解釋嘛 我看你敢不敢解釋嘛 好不好 多分戰術 啊其實這樣啦 對我來講你知道 啊你就把所有的會議記錄 啊你看又在講了 交會議記錄 哎呀 你是小可愛喔 今天檢調抓到你出包 就是你們造假會議記錄嘛 就是因為你們會議記錄 你的專簽 你的公文裡面直接批了 人家才會把你列為被告嘛 因為說我會議記錄 公開就好了啦 各位啊你知道這個蠢到什麼程度嗎 就像你今天考試作弊 被老師抓到的時候耶 然後你要跟老師辯駁 你知道什麼辯駁嗎 或我老師問你講 搞錯了啦 是別的同學作弊喔 不是我啦 你把我的考卷喔 通通再看一遍喔 你就知道了啦 啊你說啥啦 老師就是知道你的考 看到你的考卷才說你作弊啊 因為他把我所有考卷都拿來看一遍喔 有夠厲害耶 人家就是抓到你的會議記錄有問題啊 人家就是看到你的會議記錄 跟你的簽文 有問題才會跟你抓啊 才會說你是八九啊 那有了解嗎 人家就是說你考卷作弊啊 你還說你去看我考卷啊 所以很高級喔 小草好高喔 草高到都祖焚冒青煙的啦 畫一個多月每天在浪費這個國家資源 在媒體上這樣討論來討論去 討論是什麼東西 所有的主張是這樣嘛 就把所有會議記錄 甚至有人還有錄音錄影 就全部上工了 我不知道阿伯怎麼這麼猛喔 第一個他會被抓就是因為 來小草好來專心聽喔 我知道你們沒有知識 沒有嘗試腦子有動 但沒關係我好好跟你們講 元大已經指控了 該會議記錄是造假 是未造文書 而且包括北市府 相關的清發局都說 當年沒有留下任何錄音錄影的記錄 所以柯文哲說看會議記錄 對那份會議記錄就造假的 柯文哲說去看錄音錄影 對因為你把錄音錄影都刪掉了嘛 現在都沒留存啊 當初也沒留啊 也沒錄啊 所以你到底要我們看什麼 一片虛無喔 好高級 我跟你講我現在說 確定國民動民進動 好不然你拿我這個 同樣的案子裡面 我督你們不敢上網公開 哎呀你等你進去我們再來討論啦 好不好 他開始又在扯藍扯綠了啦 你都沒有回答你的問題嘛 你都沒有回答本案的問題嘛 講不清楚嘛 那沒關係你就進去跟檢察官講清楚啦 你還是講不清楚 你就去跟法官講清楚啦 你跟法官也講不清楚 你就去土層跟你的牢房育友講清楚 好主要其實還是要針對說 因為土錫過去呢 在市長任內 他其實是重視開發的 那這個開發呢我們要營造一個 這個大家願意來投資的一個 吳宜萱Day2還繼續在這邊 我很期待我看到我們的宜萱啊 什麼時候才會跳船 繼續加油好不好 加油好不好 Day2我們現在幫他計算 Day2 所以包含了北市科 包含了南松山計畫 其實主席有很多的想法 是不是主席可以幫我們多補充 北市科那個講起來很複雜 因為那個是他本來有三塊 那個叫四頭北林科技 好高級喔 啊沒有啦 北市科喔那個講起來很複雜喔 因為他本來喔那個本來 要哭了是不是 要崩了是不是 講話講清楚啦 不要在那邊支支吾吾的 哪裡複雜啊 各位你去聽我在關鍵時刻 我六分鐘就講完了複雜 啊複雜什麼 來我現在講一遍給你聽好不好 北市科就是108年109年分別招標兩次 結果招標兩次你們刻意製造了一個限制跟門檻 這個門檻就是醫療要使用樓地板 智慧醫療產業要佔樓地板的三層 所以導致沒有廠商願意投標 結果沒有廠商願意投標的時候 在2021年的時候突然這個限制被解除了 而且很多廠商也不知道這個限制被解除了 然後最後呢找來了6家T17的廠商來領標 9家廠商領標T18 然後不知道怎麼搞的 反正圍著圍著最後就只讓星光一家投標 現在已經陸陸續續驗證出一件事情 因為元大說我根本沒有做會議紀錄 所以我們按此推斷 因為北市府現在也沒有相關的文件跟書件 很有可能是這14家都沒有會議紀錄 也都沒有相關的錄影錄音 從頭到尾這些文件極有可能都是衛造文書 那你說衛造文書為了什麼目的 因為減蘇培也提爆了你在3月的時候 2021年3月曾經跑到星光吳東進家 我再講一次吳東進不是吳東亮 吳東進就是原本星光的掌門人 現在已經被踢出門外了 已經不知道密談什麼 還偷偷換車 然後最後在7、8月的時候公告招標 因為7月30開始招標到9月30收標 結果在當中這些領標的廠商疑似 因為我們有廠商爆料 說好像都不知道根本有把醫療產業 因為這個東西限制取消的 所以大家最後也都沒投標 這是一種可能 另外一個 這14家廠商就是找來微標的 因為如果紀錄都造假 很顯然就是借個名掛個名 根本沒打算要投標 最後就讓星光能夠得標 所以我再跟你講 為什麼你會被檢調查上 因為你被掛線了 傻孩子 錄影錄音你沒有對不對 但人家有檢聽啊 人家有檢聽啊 所以你中間講了什麼 跟你太太 跟你媽媽 哦 人家有人在那裡啊 都有被掛線 好不好你就繼續講 繼續說沒關係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劇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有額外的折扣喔 一年前複雜霧 一程不動煩客 V功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